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 发生在你我周遭去里的大小事情 担任里长如何把讯息传递给李明知道 其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前任区镇新里里长周明县 参考新北市一位里长的做法 在全里22位里长住家前设置公告看板 透过巡守队巡逻 按时将里内的活动讯息放置在看板内 一来让李明和里长之间互动密切 也能够迅速将讯息传递给每位李明 里长要如何把讯息传递给每位李明 有的是靠内群组 有的是挨家挨户的通知 不过前任区镇新里长则是化繁为简 以林为单位 在林长住处设置公告栏 一来可以让里明跟林长之间互动密切 也能迅速透过公告栏 将重要的讯息传递给李明 我无意间发现台北有一个李他做的蛮好的 他有公布栏 然后就用一个A4大小的广告 我觉得蛮好的 每一个他在每一个公寓前面有放一个这样的广告 他就公布里内的事情 所以我回来一想 我觉得我们里内可以人家好的意见 我们可以开始来做 原来众里长是参考北部一位里长做法 在家里电话的 仔细看看公告栏除了标明林长的姓名 以及里长的电话之外 还能放置公告内容以及选手队签到单 麻雀虽小却武藏俱全 把它做一个里内的公布栏 减少纸商的浪会 那里内的话如果需要找里长的 上面就有电话可以找 就可以直接打给里长 也知道林长的家在哪里 也知道比如说登格勒宣导 我们就固定放登格勒宣导在上面 或是结合里内有需要广告的商家 我们来让他做广告 像这个幼稚园在我们里内 唯一的一家幼稚园 我们就免会让他广告 让他招生 让里内的人知道说 去那边有优惠 那他也可以提供九折的优惠 给我们真心里这样子 里长运用事务费 在全里22个林长住家前 设置公告栏 平时就透过选手队帮忙 随时更新里内活动讯息 以及公布门的公告 让林长可以充分掌握 反应普遍良好 是很方便 大家就可以了解说 我们里面有什么活动 可以参加 这样比较方便 很方便 很好 我们还会联络 会去到联络 到帮助 我们的里长一班 这样做得很成功 林长赞许里长用心 而这样小小的创意巧思 不仅做起事来事半功倍 不知不觉也凝聚了 里民的情感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道 为了让弱势的孩童也能够感受放暑假的快乐氛围 高雄早安福伦社和唐心服务协会 特别举办了唐心宝贝 环岛王夏令营的活动 学员部分帐别共有40人 而以屏东大学特教系学生为主的辅导员 人数多达52人 等于是一对一的服务 三天两夜的活动目的就是希望让长期照顾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也有喘息的机会 那你先几年 间断的陪着这些孩子一对一的陪伴他们 所以这些孩子就是虽然是第一次离开家 那有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很细心的陪伴他 到这几天也都过得非常的愉快 协助唐心宝贝夏令营 连续七年的屏东大学特教系 今年有52位学生担任辅导员 针对40多名多穷障碍唐市政的国小生到高中生 探索台湾各县市的文化特色 活动的这几天下来 其实小朋友都有学到很多的东西 然后也能够回答出 也可以跟别人介绍出 就是我们台湾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三天的营队里面 希望小朋友能够守候满满的回家 开开心心的一起 回去跟爸爸妈妈分享这样子 他们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可爱 就是接触完以后就会觉得 其实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 就是他们其实也会比我们更努力 去学习生活中更个每个事情 所以就会觉得 其实我们好像可以更 就是对社会也可以更努力一点 那种感觉 孩童们认真听着导染人员的讲解 更进一步认识高雄的宗教文化 尤其热心公益慈善活动的保安宫 这次免费提供孩子们住宿休憩的场所 因为他们原本是在师傅国小那边举办 住也是住那边 那我是考量说那边住的环境品质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我们提供我们这个香港大楼给他们来住宿这样 所以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一个比较舒适环境来这边住 主办单位强调三天两夜夏令营的目的就是希望平常辛苦照顾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有放松喘息的机会 也让学童开心度过属于他们的欢乐假期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导 有一对旅居美国纽约的江姓老夫妇 这几天回到老家前证区盛新里 准备颁发奖学金给学业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 这个奖学金名为天伦奖学金 是江爷爷从两位双胞胎孙子名字中攫取出来的 他希望每位孩子都要孝顺父母用功读书 而今年这对一岁多的双胞胎也愉快陪同爷爷奶奶回到台湾 可爱的模样让人印象深刻 孝天 孝伦 姐姐 这是姐姐 家家 这是妹妹 姐姐 孝天 孝伦这对一岁多的双胞胎坐在婴儿一粒 模样十分卡外 第一次跟着爷爷奶奶回到台湾就受到瞩目 原来他们就是前证区盛新里 天伦奖学金发起人江爷爷的宝贝孙子 设立奖学金就是因为我读书少 那我觉得书中自有他们的前途 然后我就用江孝伦 江孝天的名字中间字 用天伦奖学金来设立一个回馈社会的爱心 将两个孙子的名字各取一字设立天伦奖学金 每年固定发给前证区盛新里成绩优秀的学生 甚至专程从美国纽约返国颁奖 一切的一切就是要鼓励孩子多读书 孝顺长辈 多多努力 多多用功之外 还内心存有爱 有爱我们的社会就很幸福 家庭也很幸福 所以我们的家都是上下一片欢乐 从小我们都没有打骂孩子 都是用爱心 而这一次趁着江奶奶七十大寿前夕 三个孩子各自从旅居地返国替母亲助寿 并且带着双胞胎孙子一块回来 全家族男的聚在一起成为当地的家话 也让人知道天伦奖学金背后的故事 我们两个小baby在台湾没有来过 然后刚好他爸爸放暑假 一方面我刚好今年七十岁 奶奶得一个七十大寿 所以孩子的孝心由美国分逼地回来 父慈 子孝 胸友 弟公 在江爷爷 江奶奶爱的教育下 不仅一家人和乐也成就非凡 尽管年轻时为了生活跑船 无法继续求学 但江爷爷希望帮助下一代 不仅懂得孝顺父母 也能够在课业上突飞猛进 孝顺父母 用功读书 先轮奖学金 赞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道 林亚区建军社区发展协会 每天要送出200个老人爱心便当 人力需求相当大 还好五年前协会协助地检署 执行社会劳动制度 由社会劳动人送便当给弱势的长辈 让他们见苦知福 反省错误 结果成效相当好 协会的理事长还将他们的转变 写成一本书 建军社区里一早就有志工在捡菜挑菜 将整理好的青菜送到厨房 厨房里的菜做好后又趁热赶紧装入便当 大家忙得很开心 因为这些便当装的都是满满的爱 社会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区域一块 像这个光怀老人的 我觉得这是很需要我们大家来参与的 帮忙做便当的其实不是建军社区的志工 而是所谓的社会劳动人 因为犯了错 经过地检署分派到建军社区来做服务 一方面节省送餐的人事成本 也让他们见苦知福反省错误 效果很好 因为阿嬷阿公会感动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反而在十倍 回馈这个阿公阿嬷 他说我以前没有孝顺我父母亲 那我以前也没有孝顺我的阿公阿嬷 那我现在刚好有这个机缘 让他来这里赎罪 那把这个爱把它挪泥到这个阿公阿嬷身上 那也进证说人间真的爱那个便当 我们就会想说便当其实不是什么 它只是一个桥梁 将近五年的时间已经有四百多位 社会劳动人参与过老人送餐的服务 洪姐将他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不断吹的爱 描述他们在送餐的过程中心态上的转变和自我提升的成效 一年多了但我觉得感触很大吧 经过了一个阿伯的死亡 他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就是要来找我跟我说声谢谢 见证社会劳动者的爱心 那一个桥梁 那跟阿公阿嬷所画出爱的火花 我都把它描述在这本书里面 那就是让社会大众一目了然 那社会劳动他不是坏人 他也不是好人 但是他是有用之来 建军社区投入独居老人送餐的公益事务里 又参与执行地检署的社会劳动制度 照顾了社区的长辈 也提供社会劳动人叫化悔过的终点站 让他们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 散播更多的爱 社区好新闻林嘉敏 赖以长邦采访报道 关心地方热爱港督 社区好新闻 赞 拥抱港督 热情加温 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 乐活宜居 美丽港督 社区好新闻 关心社区大小事 看了好新闻 自然就有好心情 幸福高雄 乐在宜居 社区好新闻 报导林大小事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关心地方热爱港督 社区好新闻 赞哦 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 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 高雄应用科技大学跟市府合作 共同推动银法族竞争型计划 鼓励社区及机构长辈 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高音大表示 学校拥有丰沛的体式能师资跟设备 希望结合各单位整合资源 将运动健康的观念 从校园落实到地方 道鼓声中结合学校 社区跟机构的运动爱台湾 因法族体式能计划宣布正式展开 负责这项计划的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不仅全台勒林大学学员最多 体式能设备及师资也十分完备 校长杨正宏希望透过各单位 攜手整合资源 让一项健康在地老化的观念 落实在高雄 运动是应该整个点线面 一起来推动的 如果说当民靠高音大 我想资源是不过的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高雄市的相关机构 不管是医院社区还有医生 或者其他的相关协会 都愿意来配合 我们会特别去支持高音大 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透过他们提过计划 然后的话由我们市政府这边发函 然后是体育署 那将来以后我们这个体育署这边 会去作为这个中央 跟学校这边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对于高音大体势能师资 将到社区协助长辈养成运动习惯 李章也很期待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 又是全国的一个民私注入的话 我们当然是更高兴 所以我们所有的长辈都非常期待 这样一个活动 让他们有一个学习 不同非常新鲜的一个活动进来 高音大国民运动中心 拥有完备的体势能设备 除了提供民众运动环境之外 也安排课程学习 像这对母女党因为母亲失智 曾经心情沮丧 不过参加体势能课程之后 生活整个改观 我记得我两年前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家都说 我不会笑 可是你看我现在很开心 最主要就是来上了体势能之后 你会输压 认识好多同学 这样子啦 人生都是这样子嘛 快乐 在这边上课就很开心了 对 为了鼓励长辈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运动爱台湾也将举办月曆明清征选 欢迎65岁以上阿公阿嬷踊跃参加 只要是涉及高雄市呢 65岁以上你有运动习惯的 请你来报名阿公阿嬷月曆的 那个征选活动 我们有团体组跟个人组 那这个阅历呢 就是你会出现在阅历上面 活到老 动到老 运动不但让身体健康 心情也更加愉快 高病大将运动风气 从校园带到社区 期待每个人都能够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运动爱台湾 港度有下高零城市 高雄 赞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导 再过两个月就是中秋节了 华山基金会为了让平时独居的长辈 感受温暖团聚的氛围 将举办K歌餐会 但是目前餐费的募集不太顺利 基金会担心无法顺利举办 因此预先办理了同学会作为号召 希望各界伸出援手 让长辈度过温馨难忘的中秋节 在众多老同学祝福见证下 担任华山基金会的班长黄爷爷 开心切下庆祝自己100岁的蛋糕 很高兴 做班长如何 黄爷爷平常独居 难得跟这么多同学聚在一起 显得格外开心有精神 除了黄爷爷 其实现场长辈平常也大都 过着独自一人的生活 因此特别珍惜 华山基金会为他们安排的同学会 华山的照顾之下 跟之前自己在家有什么不一样 不想回美国 只是希望在这里 很好 我来这里大家都叫阿公阿嬷 阿公 我孩子都不在我身边 华山带你来这里 你很欢喜吗 我很欢喜 我小小小小 很欢喜 但你后面 我们老婆给你邀请 你甘贝再来 不要 华山基金会 今年为了让长辈们 在中秋节 也能感受温暖氛围 特别邀请各地长辈 参加K哥餐会 但截至目前为止 参飞募集不太顺利 基金会担心 无法成功举办 决定以同学会作为号召 让长辈重温 同窗睡觉的感觉 也邀请了我们人五 99岁的黄爷爷 来担任班长 为所有的长辈点名 也为了我们今年 就是9月20号的中秋餐会 做暖身 希望所有的长辈呢 就不要再缺席 今年的中秋餐会 那因为今年中秋餐会 预计邀请近300位的 高永县的长辈来参加 那目前呢 就是需要30万的经费 可是目前只有 5500块钱的收入 那我们希望呢 就是社会大众呢 一起来关心我们这些长辈呢 也希望我们今年中秋餐会的活动 可以顺利办理 长辈是我们的宝贝 距离中秋餐会 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花山基金会 期待各界伸出爱的元首 让老人家度过一个 难忘温馨的中秋节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导 12年国教的课纲中 将加入新著名的母语 为了让新著名的学生 能够提前学习 紫关区科僚国小 开办越南母语夏令营 在两周的课程里 学生们学会用越南语 说家人的称谓 以及越南料理 老师也以童谣和谐音的方式 帮助学生把越南话牢牢记住 学生们都说的一个比一个好 小朋友用越南语 大声唱着越南童谣 因为他们的妈妈 都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 学校特别在暑假 开办越南母语夏令营 让小朋友加强学习 妈妈家乡的语言 妈妈来自越南哪里 胡志明是啊 你会不会讲越南话 会啊 讲一句看看 空骚了 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 南越的胡志明是 那你会不会讲越南话 会 冷咖啾 是那个不客气 大家好 我是哥哥 越南语叫做安在 听起来很像按赞 从简单的家人称谓 到常吃的越南料理 小朋友一口越南语 都说得吓吓叫 因为越南老师 会用台语和中文相近的发音 帮助小朋友牢记越南语 大小姐会搭 偏偏搭什么 乞丐 所以姐姐怎么说 吉他 我们还有多加入 就是让他们轻松学越南语 也是透过儿歌 让我们全家户外 黄蝴蝶 听起来 人家黄蝴蝶的歌 就是它是属于 是两只老虎的歌 所以他们很快很快 就会上手 就会唱得很好 由于12年国教将加入新著名语言 因此科疗国小特别向教育部申请经费 开办这次的越南母语夏令营 希望用轻松活泼的方式 让小朋友接触妈妈的母国文化 我们也让孩子从他的食衣住行 尤其是越南语的文化 还有越南语的美食开始 还有教他们认识他们的越南的服装 更了解 除了台湾的文化之外 也多认识越南语的文化 随着新著名来台深耕发展 他们的子女人数也日渐增加 新著名子女的母语能力成为重要资产 这些拥有外语能力的孩子 未来将有助于台湾与国际接轨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一起关心 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莲港都农民力带您快来关心 明天运势究竟如何 明天是国立的8月10号星期三 农历的7月初八 适合驾取 祈福 出火 出行 不适合开市 开舱 作造 造船 充马 上南帮 39岁和99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 我是主播赖以昌邦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阿爸是头水塞 认真的感情 辛苦的朋友 是我对他最亲的印象 不管是头有多难做 他都是认真打招 就是要让家里的人 最好的生活 轻人港都油三电视 就让你爸爸节快乐 每个早上 我们都是准时出发 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不管我还是大天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二十几年来 全高雄市民博物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进步 永远的老朋友 青连港都有线电视 青连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青连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青连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青连港都有线电视 青连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青连港都有线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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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知道怎么辛苦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传心 好好的这边的人 可以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情操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连港都有线电视 看见电视和您一起用心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